不知道大家有否上網做了一些 Research 或者經常問 Recruitment 的 Expert 說 你去見工,你對 Interviewer 一定要留一個好的印象 究竟怎樣做? 我要怎樣才可以留到一個好的印象呢? 好,先介紹一下 我姓劉,我叫 Keith 我專門做 Recruitment 的 做了 HR 和招聘都已經第十個年頭 很開心,有一年我記得幫客人請了超過一百個合適的人才 以及做我們這一行,每個月都在看八百多份 CV 以及累積計算,我都抗得超過五、六千個 Interview 所以對求職、請人和人力資源的市場變化 都有些了解和心得 所以我很想將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幫助大家見到一些正確的資訊和正面的心態 以及我都會幫公司做 Employer Branding 的 Project 幫我們吸引和留住他們想要的人才 好,先回答問題 首先,你去 Interview 一定要穿得很漂亮 你會覺得是一個正確的衣服 例如你可能是星期五、星期六 或者有些公司是賣 Casual Wear 的 當然不是說要打穿西裝去 Interview 你一定要穿一些正確的衣服 當然你可以去問 HR 或者 Recruitment Agency 究竟我的 Dress Code 可以怎樣 另外有些公司是 Off-side Interview 可能是去酒店和你做個 Casual 的 Coffee 都不出奇 所以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好了,但你去到 Interview 的地方的時候 其實 Surrounding 都要小心 Alert 和留意 因為可能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同事 走出走入 剛巧那個 Interviewer 可能剛剛吃完飯 或者要去買東西 可以看到你在街上做一些不對的行為 對你印象會扣分 另外,你去到 Interview 那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對每個人都很有禮貌 尤其是 Reception 因為 Reception 通常和 HR 工作得最 close 每一個人進去都說要上 Interview Reception 就會知道很多不同人去 Interview 的時候 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他們有時都會說回來 所以你要填 Application Form 、字體要正確等等 另外一個技巧可以去想想的就是 約 Interview 的時間 當然你不要約星期一的早上 每個人都很忙 有些公司可能星期一早上會 有很多人開會 剛巧開完會 他可能不開心 他對你的印象都會差 或者星期五的 Afternoon 他快要下班 心情很開心 原來你還要 Interview 甚至乎有些人約 Interview 不可以啊 你可不可以就我 我要下班之後 我盡量趕過來吧 六點半、七點鐘 但是對這個時段來說 其實大家都會沒有 Energy 我回了整天工 我還要等你去 Interview 的話 亦都令到我對你的印象會差 當然了 千萬千萬不要遲到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多些 關於 Interview 的技巧 其實我都準備了 Interview 的 Tips 給大家 很簡單 即是留言 我便會將這個 Tips 傳給你 另外我都會有 30 分鐘的免費諮詢 大家可以 Click 連結 去了解多些 看看我其他多些的片段 希望可以幫到你去 Interview 以及準備你的 CV 希望未來的日子見到大家 請你去解決 請你解決 謝謝你 請你去解決 請你解決